我們還沒有正式搭配過 那當然就是希望從默契培養開始 然後一步一步慢慢來 那因為還有四年嘛 可以去希望教育可以幫我們做一些規劃 那我們一定會繼續努力 我現在是在國立體育大學任教 然後希望目前是只有這門課 然後也希望說可以培養更多的後進吧 然後也希望說如果有機會的話 看可不可以參選與協理事長 看可不可以讓更多的人 可以得到身為選手的幫助這樣 我們剛開始在打的時候 台灣人可能還比較不認識我們 那這一屆其實我們近三年來的成績 其實真的蠻起伏的 那也蠻多人真的不是那麼看好 我們代表台灣參加奧運可以多得好成績 那我想我們很高興可以堅持過來 然後以全勝之之拿下冠軍 然後為國人爭光 謝謝 一起 就上一次參賽的時候可能自己第一次參賽 沒有什麼經驗 所以也沒有預設自己會奪牌 那最後奪牌的時候是非常開心 那再過了三年之後 中間經歷了非常多 那狀態也是起起伏伏 所以能再一次在死亡之主出現 然後可以順利地奪得金牌 真的是非常感動 那也謝謝就是國家的栽培 然後謝謝紅銀教練一直以來的指導 也謝謝 而且球場圖圖鷹 都一直沒有放棄我們 謝謝 謝謝 這次整個就是奧運巴黎 整個過程中你們印象最深刻是哪一個時刻 如果是一個瞬間的話 我自己覺得我是親吻球場吧 因為對我來講象徵告別球場這個舞台 對我來說我覺得每一場比賽對我來講都非常難 然後尤其是小組賽最後一場對劉宇成那一組組合的時候 那時候其實在確定晉級的時候 其實自己鬆一口氣 但比賽還在進行 那在場上李楊有提醒我說氣不能掉 那我自己有把那股氣撐上去 所以在後面的比賽才能繼續維持這樣的氣勢 然後另外一個瞬間可能是在決賽的時候 第三局可能體力有點快耗盡的時候 那李楊跟我講了一句 你是不是美麗了 那一句話 我想說不能被小喬 對 所以就把氣頂了上去 提問嗎 想問一下就是李楊和王智英 就是如果看待你們有大賽體質這個觀念 也就是像李楊在金牌戰前一天還跟宣民回覆那一段話 對就是非常的強行長這樣 好奇一下就是為何就是在奧運會表現特別的突出 我覺得可能 我覺得可能